承认Mac拥有极其优秀的触控板和手势操作 很多Mac用户可以不用购买鼠标 直接使用内置的触控板或者苹果的Magic Checkpad 但长期使用下来我发现鼠标的输出度更高 操纵体验更好 一款好的鼠标给我们学习办公带来体验的提升 是显而易见的 是一感知的 那么Mac上最好的鼠标是哪一款 或者说有什么推荐 我翻遍内外网发现每年都会有一些相关的讨论帖 但是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结论和答案 所以今天我搞来了市面上13款广受好评的鼠标 分别来自雷蛇、罗技、苹果、ROG 有几款是我一直都在使用的 用了有大概半年的时间 可以猜猜是哪几款 剩下的鼠标我都用了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我们一起来探究Mac上最好的鼠标是哪几款 也给之后Mac用户购买鼠标有个比较好参考 同样这期视频的结论对于Windows和Linux用户也是一样实用的 那么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整体 我们首先来谈谈决定一款鼠标好坏的关键指标 我把它们分为T0到T3四个档 T0档的指标首先是无线 以及可以在任何阐次的表面使用 至于为什么无线鼠标学生档工作档如果经常要把Mac带出去上课带出去出差 鼠标拜根线的话会有一种被一根线收复住的感觉 即使你是固定场景使用比如说像iMac 说实话还是无线鼠标带来的体验会更上一个层次会有一种随心所愈的感觉 至于第二点一款鼠标能够让我在办公桌的木质桌面 在咖啡厅里的玻璃面板甚至大腿上 任何地方不用带鼠标垫就可以流畅使用 这算是一个刚循 所以视频里的鼠标基本都符合这两个指标的要求 另外一个T0档指标是回报率又称轮巡率 指的是鼠标向计算机报告其位置的频率 比如一个鼠标的回报率是125赫兹 那么它每秒会向计算机报告它的位置125次 回报率500赫兹1000赫兹及以上跟主流办公鼠标的125赫兹 带来的体验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 大部分办公鼠标都是125赫兹 当然雷蛇是个例外 而游戏鼠标基本上都是1000赫兹起步 所以所谓的办公鼠标在Mac上大范围移动的时候 会感觉有点飘有点卡卡的感觉 而换成游戏鼠标会给日常使用带来质的飞跃 当然也不能一半只打死 像罗技的办公鼠标虽然回报率低 但它有特色的功能 比如电磁滚轮和丰富的按键以及跨平台操作 导致它的销量也是十分的不错 但也有可能这部分用户里的 大部分都没有用游戏鼠标作为日常办公使用的经历 他们不知道1000赫兹是什么样的体验 所以反正我是都体验过之后 如果一款鼠标的回报率不是1000赫兹级以上的话 我是不会入手的 当然这一点也可能硬而异 但为了获得高回报率有个小的缺陷就是 你得使用USB2.4GHz的接收器 所以你需要给Mac配个扩展物或者转接头 因为蓝牙协议的鼠标在Mac上的回报率基本都很低 都是在115赫兹左右 可能是因为省电以及一些基础层面的原因 OK那么T1档的指标就是DPI IPS加速度 这些指标包括刚刚说的回报率基本上都是由传感器方案决定的 游戏鼠标一般都没问题了 DPI是每英寸点数的缩写 DPI越高 鼠标对移动的反应越敏感 比如1000DPI的意思就是鼠标移动1英寸 鼠标指针会在屏幕上移动1000个像素点 DPI这个完全看客人喜好 有人喜欢几百DPI 有人喜欢几千上万DPI IPS则是每秒移动的英寸处 越高的IPS越能够保证鼠标在快速移动的时候保持准确的追踪 所以IPS越高越好 加速度同样也是越高越好 这两个指标我不确定数值分别是多少就会对应什么样的档次 超过多少的数值就已经是顶级的体验了就不会有很大差别了 根据我查的资料来说 400IPS和50G加速度应该是一个顶级鼠标的标配 那么T2档的指标就是滚轮可变成按键以及板斩内存 因为我们是日常使用的项目 我们经常需要浏览网页查看文档 这时候滚轮好不好用就非常重要了 可编程按键则是可以让你在系统层面 甚至特定的软件层面有一套工作流 板载内存则是让你可以脱离配套的软件使用 比如说在Windows端的雷云3配置好你的雷射鼠标 以后你就可以在Mac上爽快使用了 T3档的指标则是握持手感 重量续航 RGB信仰炫酷外观 多设备连接 这些指标的重要性和偏好因而异 所以你可以将T3档次的指标排排序放进前面的档次中 找到一款合适你的鼠标 然后比较关键的一点就是在Mac上使用鼠标的必备软件 首先是Mac鼠标设置工具 可以让我们将触控板的滚动方向和鼠标的滚动方向独立开来 然后工具自带的一套滚动算法可以让鼠标在Mac上进行滚动操作时 更加的流畅 媲美甚至超过触控板的体验 当然还可以让你对鼠标按键进行一些自定义操作 以前我用的是MOS但经常有软件闪退的问题 后来我换到了Mac Mouse Fees 目前来说比较稳定 然后就是对于雷蛇鼠标Razer Mac OS 可以让你对雷蛇鼠标进行一些简单的设置 详细的设置你得在雷云3里面操作 但是雷云3是没有Mac版的 所以你得安装虚拟机或者搞一台Windows电脑来使用雷云3 对于逻辑鼠标而言就是Logitech G-Hub 不是就是Logitech G-Hub以及Option家 接下来的分享我会把鼠标分为两大类 禁营鼠标和非禁营鼠标 因为在公共场合比如图书馆办公室这样的场景 尽量还是使用禁营鼠标 我不知道你们建不建议 至少我觉得在公共场合使用非禁营鼠标还是挺影响别人的 还是挺不好的 禁营鼠标类的第一款逻辑的最新旗舰NX Master 3S 做工很好有种高档办公书标的质感 适合中大手也就是17或18厘米以上的手趴握使用 人体工程学设计搭配类伏制材质 使得它握持手感还挺不错 也可以让我们长时间舒适的使用 招牌是MaxB金属电磁滚轮 它有两种滚动模式 无阻尼滚动和分段滚动 默认通过滚轮下方的按钮切换滚动模式 还是挺方便的 开启SmartShift之后默认分段滚动 在用力拨动滚轮时会自动切换成无阻尼模式 急速滚动 方便我们阅读长网页和长文档 但经过一番对比 我其实还是觉得游戏鼠标的滚轮更好用 独特的设计是侧边的拇指滚轮 方便检视频时拖动时间轴和浏览长一效 以及侧边底部有个按钮 再加上剩下的四个可编程按键 配合Action加可以实现很多方便的快捷操作 然后最多可以连接三个设备通过Logifloor可以实现跨平台操作 Action加还可以针对应用程序设置对应的快捷键功能 再加上70天的超长续航 这应该是办公鼠标应有的样子 但是125Hz回报率是个硬商 越高的DPI感觉越飘 调不出那种直哪达哪的感觉的 根本原因就是低回报率 而且8000DPI对于类似售价的游戏鼠标是不够看的 罗技NX Anywhere 3S 简版的NX Master 3S 侧边的材质很轻浮 同款的电磁滚轮同样有两种滚动模式 但是小尺寸的握持感不是很好 趴握时手心大部分是悬控的状态 感觉还是比较适合纸握 对了上一代的按键不是静音的 没有静音微动 这一款鼠标是不附带Logiball 2.4GHz接收器的 所以你得单独购买 没有接收器的话只能蓝牙连接 蓝牙鼠标在Mac上就是噩梦 用一段时间就会很不稳定出现断链和卡顿的问题 有意思的一点就是 Anywhere 3S可以调节电磁滚轮的阻力强弱 也就是滚动力度 而更贵的NX Master 3S却不能 对了 Ocean家里的Smart Action可以实现类似苹果Showcast的功能 一键完成一系列操作 比如可以一键打开Office三线套 但是其实可以不用看这么多 125Hz回报率以及不带接收器 我们就可以直接pass掉了 雷蛇的ProCLEE mini 21年11月上市的鼠标 可能是唯二1000Hz回报率的办公鼠标 另一款是它的前辈ProCLEE 跟逻辑Anywhere 3S是类似的大小 侧边是防滑橡胶 直播时相比Anywhere 3S有更强更稳的抓控力 它的金属滚轮可以左右移动 这点逻辑没有 同样也是两种滚动模式 但是没有像逻辑一样有SmartShift 滚轮也不像逻辑是静音的 然后不能在玻璃面板上使用 前面两款逻辑鼠标是可以的 鼠标盖是可拆卸设计 所以放背包里有时候盖松了得重新调整 打开盖子可以更换电池 想要鼠标更轻一点的话 可以放轻一点的电池 盖上盖子之后需要注意左右键是否平整 进雷云三里设置好1000Hz回报率和按键快捷键之后 就可以在Mac上爽快使用了 但是雷蛇的录制键是没办法录制三个级以上的键 就没办法像逻辑一样实现 All选加Command加左右键来快速切换网页 我在对比鼠标之后都会进行简单测试 在屏幕右下角画几个圈 然后尝试移动到左上方的关闭按钮 看哪个鼠标的操纵感更好 更容易让我快速的将光标移动到我想要的位置 雷蛇的ProClip mini明显比逻辑的 Anivir 3S和Master 3S要好很多 基本上就是因为更高的回报率 苹果妙控版Magic Trapid 基本上是把内置的触控板给拆了下来 但是MacBook Pro的内置触控板是125Hz的回报率 最新的妙控板只有90Hz 所以你对比内置的触控板感觉有点怪怪的 慢了一点的原因 其实就是因为回报率 相比于使用内置的触控板 使用妙控板的时候 手臂不用向内曲折 长时间使用的时候 整个手臂会舒服点 然后没有那么容易疲劳 原生的手势操作 以及十分不错的马达模拟的震动反馈 我想大多数Mac用户都会有一块妙控板 但有个疑问就是 为什么内置的触控板回报率这么低 才125Hz 我使用的时候却没有感觉任何不妥 我觉得非常的流畅 OK 飞进银类鼠标 苹果妙控鼠标Magimouse 大家都说反人体工程学设计 整体的设计很简约扁平 按键很清脆 没有滚轮 通过对鼠标上面的面板的上下滑动 来实现滚轮的操作 还是挺流畅的 而且上面的整块面板都可以实现滚轮操作 而不是只有中间部分 面板还支持苹果原生的手势操作 单指双击放到网页 单指左右滑动将页面向右向左移动 双指单击触发mission control 左右滑动切换桌面 但确实不是很适合长时间使用 见仁见智吧 这款鼠标 有人觉得是神座 有人觉得是垃圾 雷蛇ProCLE 于20年9月发布 是雷蛇与人体工程学大师Hillman Scale 合作开发的第一款办公鼠标 这是一款16000dpi的办公鼠标 适合任何形式的握持 当时还是对标逻辑的NX Master 3 但是逻辑在不断的迭代的同时 三年半过去了 雷蛇还是没有发布下一代的ProCLE 和ProCLE Mini ProCLE的背部非常饱满 握持手感非常不错 加上类伏材质 我觉得比罗技的Master 3S 要舒服很多 毫不夸张的说 这应该是我体验过的 所有的鼠标中最舒服的 槽点就是Micro USB的充电口 以及滚轮只有一种滚动模式 罗技的NX Vertical 是一款垂直鼠标 算是办公鼠标的新形态 确实挺舒服的 有种跟鼠标握手的感觉 算是很新奇的体验吧 但是我还是更习惯 传统鼠标的形式 这已经是2018年年底的产品了 普通的滚轮以及125Hz的回报率 也挺正常的 好评是USB-C接口 以及4个月的续航 如果回报率能够改进到500Hz的话 可以考虑入手体验一下 雷蛇毒魁中极版 是一款比较适合抓握的鼠标 我用了两年多 是我曾经的主力鼠标 RGB炫酷灯效 无线充电底座 高颜值加上1000Hz回报率 是雷蛇上一代的旗舰鼠标之一 缺点就是续航比较短 也就三天左右 而且充电底座有时候会接触不良 雷蛇毒魁V2专业版 相比上一代取消了硅胶测裙 不过附赠了防滑贴 同时取消了RGB和充电底座 算是彻底轻量化了 减重20%带来59克的超清重量 按键从原先左右两边各有两个按键 减少到只有左边的两个按键 如果你是左撇子的话就有点难受了 磨砂质感白色外观 颜值很高很耐看 同时防滑效果不错 Focus Pro光学传感器 最高30000dpi 70g最大加速度 750ips最高速度 参数上当代王者之风净显 旗舰中的旗舰 80小时的续航 实际使用大概5到7天左右 体验上对比上一代的升级还是很直观的 如果你用的是毒魁专业版的 那么可以考虑升级下你的鼠标了 雷蛇巴塞力蛇V3专业版 火力全开的全能鼠标 登场这回直接把所有配置拉到最高 除了112g重量是个比较明显的槽点之外 整体的表现还十分不错的 它有非常帅气硬朗的设计 13个可独立控制的灯光区 1680万种颜色和灯光特效 非常好的握持手感 适合任何方式的握持 搭配Dog Pro可以实现无线充电和8000Hz的回报率 而且是磁吸式充电 体验很不错 它还是QI无线充电协议 所以它不仅可以给鼠标充电 还可以给手机充电 一大亮点则是HyperScope 纵横滚轮 支持两种滚动模式 滚轮还可以左右移动 同样可以开启根据滚轮的速率 自动切换滚动模式 应该是游戏鼠标里面最好的滚轮 最适合用来办公的滚轮 侧边有一个主机键和两个侧键 滚轮下方有两个按键 以及滚轮的左右按压有三个键 配置好这些键的设置 可以大大提升办公效率 雷蛇眼镜蛇专业版 算是雷蛇V2专业版和巴塞利蛇V3专业版生的亲儿子 有毒魁的模具 又有巴塞利蛇的炫酷RGB 相比于毒魁V2专业版 看起来更像正经雷蛇 因为会发光的雷蛇才是正经雷蛇 比毒魁稍微小一些 所以握持手感对于中大手来说稍微差一些 但它跟巴塞利蛇V3专业版一样支持Daw Pro 可以实现无线充电和8000赫兹的回报率 这点是毒魁V2专业版所不具备的 眼镜蛇专业版的续航有100个小时左右 它有灯还比毒魁的续航更长 我挺好奇是怎么做到的 而且它的重量只有77克 跟毒魁中极版差不多 罗技G Pro X Superlite 2 俗称狗屁王三代或者GPW3 我第一次使用狗屁王真的特别惊艳 它的手感操纵感一技绝成 跟雷蛇毒魁V2专业版是两种手感两种风格 我其实更喜欢狗屁王的手感 狗屁王三代它升级了光电火和微动 彻底解决了之前鼠标容易双击的问题 然后有USB-C口的实施机更新 60克的重量跟毒魁V2专业版不相上下 跟毒魁一样都能在玻璃表面使用 狗屁王的背部比较圆润 怕握起来很舒服 当然也有人会觉得顶手 滚轮的话跟毒魁V2专业版一样都是只有一种模式 我觉得滚轮的话狗屁王的操纵感反馈更舒服 最近还更新了4000赫兹回报率的支持 但要通过PowerPlay无线充电鼠标垫 实现无线续航的话 只能够实现1000赫兹的回报率 我个人感觉4000赫兹跟1000赫兹有点差别 4000赫兹高回报率更加的稳 更加精准 尤其小范围移动的时候 光标轨迹也更加的顺滑 但是8000赫兹跟4000赫兹我个人感觉没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奇怪的一点 为什么实际测试的时候 1000赫兹4000赫兹8000赫兹 实际上分别只有800赫兹 1800赫兹和2800赫兹 难道是因为Mac的硬件跟不上吗 然后狗屁王有一个对我来说比较致命的缺点 就是鼠标你放个大概两三分钟不动 就会与GHAR失去连接 然后你移动鼠标的话会重新连接 但是需要两秒左右 这期间呢鼠标会变成默认模式 DPI很低 两秒后才回复正常 ROG月刃无线AP36K ROG跟雷蛇一样只有Windows平台的应用 所以这一点得注意一下 它算是一款比较良心的鼠标 清明的价格 75克的重量 以及不错的传感器 比较适合中小手抓握 非对称性设计意外的握持手感还挺不错 它的微动还可以热插拔 你可以换成静音微动 变成一款静音鼠标 所以看了这么多鼠标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款 静音类鼠标的话 我想雷蛇的ProClick Mini 可能是目前的唯一选择 如果雷蛇的ProClick可以出第二代 把按键改成静音按键 同时改善一下滚轮的设计 那么我想适合中大手的最佳静音鼠标就诞生了 对于非静音类鼠标 如果想要追求极致的轻变 同时又要求各方面的配置都很顶的话 那么雷蛇的独魁V2专业版 将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逻辑狗屁王三代的手感和操纵感综合体验最佳 如果它没有逻辑G-HAR2秒能启动的问题的话 那么它将会是我最推荐的鼠标 尤其搭配PowerPlay无线充电鼠标垫 可以彻底告别无线鼠标需要充电的这一个烦恼 如果G-HAR能启动2秒对你来说不是试的话 那么无脑入狗屁王三代就对了 从省前角度可以考虑上一代的 独魁终极版和狗屁王二代 体验同样也是第一梯队 如果想要加回轻变 当然还要求高颜值要有RGB对吧 那么就选雷蛇眼镜蛇专业版 如果想要一款全能的中大手能够爬握的鼠标 那么雷蛇的巴塞利蛇V3专业版将会是最佳选择 较为评价的选择的话 可以考虑ROG月刃无线AP36K 新出的ROG月刃2应该是一款 可以对标主流厂商雷蛇和罗技的后期织袖 无线4K的回报率 以及比雷蛇独魁V2专业版更轻的重量 应该也是一款比较值得入手的鼠标 当然土豪一点的话可以买两款鼠标 买一款狗屁腕三代 再配合一款雷蛇鼠标混合着来用 那将会是Next Level的体验 当然市面上优质的鼠标有很多 我们有能够全部都体验过一遍 所以你有任何觉得在Mac上用的不错的鼠标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补充 希望可以给以后大家购买鼠标 有个比较好的参考 OK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视频制作不易 感谢大家的点赞投币 我们下期视频见 Cia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